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南昌发动的大规模攻势竟然启用了刚刚在万家岭战役中吃了中国军队派仗的部队 这支爱军学耻心切志在必得 而早就掌握日军动向的国军会拿出怎样的战略部署来抵御呢 日军三个师团为什么能在短期内打败中国军队三十几个师 南昌会战后中方又为何出现不追责反奖赏败军之将的咄咄怪事呢 南昌不仅有着重要战略地位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这庄位于南昌百花州东湖之畔的欧式建筑 就是著名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 作为曾经的北伐军总部驻地 南昌行营一度成为国民党的军政中枢 面对日军来犯 蒋介石决心全力以赴 早在1939年3月8日 国军就拿出了南昌会战攻击方案 先发之敌 以攻为首 准备在日军进攻之前主动对德安方面日军发起攻势 以其消耗日军战力 使其无力图谋南昌 但事与愿违 武汉会战后 第九战区各部仍在休整中 行动迟缓 迟迟不能按照计划到达指定战区 十天后 日军第101师团前锋一步 道原本应该部署撤退的蒋介石 竟然要组织大反攻 他高调提出 先以主力进攻南巡沿线之敌 确实断堤联络 再移步直取南昌 攻击开始之时机 预定4月24日 蒋介石想趁日军在南昌 为站稳脚跟 出其不意大反攻 4月21日 第九战区首先开始行动 但因为进军速度不缓 致使进攻收缩 第79师师长段朗如 看伤亡过大 居然擅自改变作战路线 蒋介石闻讯后暴跳如雷 以一物军机罪将段朗如 镇前正报 并对各部下达死命令 5月5日以前 必须攻向南昌 此时的蒋介石 与之前镇静自若 审视独视的战役总指挥 判若两人 七十四军按计划强度紧将向高安推进 一路遭与日军抵抗 双方展开肉搏战 旅长张宁甫身先士卒 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连续血刃几个日扣 就在一名日扣的刺刀 即将刺进张宁甫修堂 千军一踏之计 一名战士果断开枪击毙日军 张宁甫何语托行 二战中 日军在白刃战前 先把子弹退掉 然后拼出刀 这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 据说与武士道精神有关 日军其实非常气愤 中国军人在白刃战中开枪 那名中国士兵 为了救主将情急之下开枪 也是可以理解的 张宁甫在战斗中奉勇冲上的勤 率领战士 大刺的日军多次疯狂围攻 在右膝膝盖被击中后 他只是匆匆包扎 就投入战 宣告结束 南昌会战是抗战进入 香池阶段后的首次大战 国军损失达四万三千余人 日军伤亡两万四千余人 在会战前 蒋介石一再强调 不和日军计较一成一持的得失 要避时积蓄 消耗日军的有生兵力 保存自己的实力 坚持持久抗战等等 但是在会战中 蒋介石对南昌实现异常的焦躁 对反攻又操之过急 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 南昌会战后 最先失去阵地的王铁汉市长 并没有受处分 罗竹英上下 依然是战区前敌总司令 而第七十四军军长于计时 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 王耀部得到重用 任七十四军军长 这些异乎寻常的安排 也许是蒋介石 便想公开坦诚自己 在战役指挥中的失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